大家好,我是巴特曼 今天六一儿童节 乐高科技系列最新款的旗舰超跑套装 法拉利也是刚刚发售 我们来做个开箱 其实一开始我没想手发入这套法拉利的 因为太贵了 挖灯以后这打折再买 但是好巧不巧赶上今天儿童节 我觉得买这趟的孙哥 我儿子还是挺合适的 他虽然才两岁 话还说不利色了 但那天突然跟我说 爸爸我想要这套乐高法拉利 你说我不舍得给自己花钱 还不舍得给儿子花钱吗 我一咬牙一跺脚就埋了 我们这套法拉利编号42143 3778块积木 跟之前出过的所有的 科技系列超跑套装一样 比例也是1比8 但是跟以往科技系列超跑套装不同的是 这次法拉利的包装盒 变成这种细长的长方体 不是那种又扁又宽的长方体包装箱了 所以如果你要盒空的话 把这套包装箱和其他几套包装箱 摆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还会有一个摆放的问题 现在上必不可少 还有法拉利月码标 找一下外箱的封条在哪 在这儿 哎呦呦呦呦 OK现在我们来开箱 封条切开 箱子底部必不可少的 还有这法拉利授权标 再把另外两个封条也切开 其实我觉得这所谓的 乐高科技系列旗舰超跑套装 最主要一看点之一 就是它这包装盒 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包装形式 另外一个就是新车车款 今年的盒子我觉得设计还挺好看的 OK现在我们就来开箱 内箱呢 就像这Datona SP3的真车照片 然后里边的分装的这个积木的小箱子呢 车尾这么一个造型啊 还有这双出的排气孔 把这个一箱一箱的零件箱都拉出来 哇塞好沉呢 这是第一箱 哇塞真太沉了吧 这箱子里边利用率也真是够高的 哇第二箱倒挺轻的 然后是第三箱 就第一箱最重看来 单看这第三箱就好像饱满着大鼻孔一样 而且很明显的 这次的这个包装形式 跟以往的这个科技系列的超跑套装的不太一样 就是它并没有把这个轮毂啊 录在外边 而是完全收在了这个内箱里边 把这箱打开 火 第一箱里边呢是两本说明书啊 我说怎么这么沉呢是吧 有两本小字典 先放一边 然后底下呢是一些这个科技系列零件 所以说这第一箱沉完全是因为里边 有说明书啊 纸质品太多了 第二箱 这也是一些这个 感觉是车壳顶件稍微多一些 看来这大轮毂呢就在第三箱里边了 我其实还是比较期待这大轮毂了 因为轮毂确实看着非常帅 哦果然 4个车轮 银闪闪的轮毂啊 这次这个轮毂呢使用的是我们之前见过的这个喷漆的工艺啊 喷上了一层银漆 既有这金属光泽又没有水纹 然后呢呦 这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进化了 这件法拉利的名牌呢就让印上去的 不是贴纸了 我记以前乐高所有的这种大黑名牌上都是贴纸 而且这么说来呢我们这一套法拉利呢真的是一张贴纸都没有是吧 哦这是原车的介绍 确实很帅 虽然我对这辆Daytona SP3也不这么了解 可以说知道这套乐高之前呢就没听说过这辆车 OK今天我们做了一个简单开箱 下面呢就赶紧去拼了 尽快给大家发一期这详细动手玩视频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Bat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